其实我真的是到现在坦白说 我这一辈子最困难抉择的就是这个时候 你知道我是狮子座鼠龙O型的 我做决定是非常快的 一向是如此 即便在市政府面临重大政策 所以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抉择困难 纠结 很纠结 第一个就是你要跨区这件事情 这一大同区的朋友接不接受 这是一个 第二个大同区确实 你说我很勇敢也是会有点害怕 他确实是台北市的台南 为什么 就是他上一届立委的得票率 我们不到四成 不到四成 这个跟台南 国民党在台南的 可能比在台南的还要低 龙盖先的得票率可能都超过四成了 所以我很难想象就是台北市 有这么深绿的一个选区 就是民进党占了六成 当然很多人告诉我说这里面 其实何志伟自己的努力的组织票是很多的 可不管怎么样 这就是一个历任台北市长 国民党籍的从来没有胜过的一个区 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样子的 够不够那样的实力可以去担任这个重则大任 所以因为选不是自己选选爽的 要选就要选赢 没错 对要选就要选漂亮 不是说我只要能提名 我只要在那个名单上我就很开心了 不是嘛 我们不是为了要增一个提名 所以我也跟黄旅讲说 我们的市长部主委讲说 我会思考 但是我觉得他也可以到地方去 去征询 地方的声音永远是最准的 到地方去征询 就是不管是对我的接受度 或者是有其他的人选 其他更好的人选 我觉得也很不错 我前礼拜六吧 是不是我跟巧新直播嘛 那有一些网友也提到说 之前不分区的这个立法委员李德伟 好像也有德伟也有兴趣 对那如果说这个党做综合评估以后 我觉得我们大同区值得一个 国民党最强的人出来选 对或者是最容易被接受的人 对我觉得呢 王世坚这一区 第一个我觉得派男生绝对没有用 一定要派你 还是可以嫁给他 这个韩市长虽然讲这话是开玩笑说 选不赢就嫁给他 但是呢 其实韩市长会讲这句话 是因为他很了解王世坚的个性 世坚议员呢 对女生是 很紳士的 非常紳士的 所以男生这个的候选人去跟他那打 我觉得不精彩 但是女性的候选人 去对上王世坚 我觉得相对精彩 尤其是王世坚议员 他是一个精锯连发的人 如果两边都能够有这样子 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火花 那我会觉得 在这个士林大同区的选举里面 只要热度能够打高起来的话 国民党这一次是非常有机会的 而且我讲这样 完全不是因为这个 比如说大家问说 蔬惠现在是不是要去选 没有 我在呢 我的初选结束之后的第一个访问 我其实就讲了 那时候被问到说 这个监委之战过后 王世坚胜出啊 那这个这一区感觉国民党完全没胜算等等 我当时就说没有 我反而觉得 这么多年来 这一次是最有胜算的 我觉得如果 监委大战胜出的人是何志伟 我们在内区几乎是没有胜算 实际上是这样子 因为初选民调归初选民调 但大选是另外一回事 初选民调这个 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做王世坚跟何志伟的初选的时候 那这都两个都绿的嘛 那莱茵的人要干嘛 不是民进党的人也可以去参加民进党的这个初选嘛 但是他最后国民党提名了仁州 他可能他想法会改变 所以其实实际上面 何志伟他的票是就是这种正绿军 那王世坚预员的票 他里面有一些 参一些蓝的啊 参一些白的啊 参一些讨厌民进党的都有 那但是呢 何志伟到底会不会全力的去帮王世坚 我自己心里是打一个问号 那这就变成是这一次 我觉得士林大同区 那很有胜算的原因 就是他们过去在士林大同 尤其是士林 所生根的这些组织盘 不一定在这次大选能够开得出来 尤其何志伟他还这么年轻 他未来其实还是有希望啊 这一届他初选 这一届他初选输掉了 他输掉的是四年的立委 可是如果是何志伟家族 他会怎么看下一个四年 但如果是王世坚选赢了之后 何志伟家族还有机会吗 他们能够放弃生根这么久的选区 全部被人家慢慢的接收走吗 如果今天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了 即便他当选了 你说他们的那些组织盘 你要去收编有难度 但是如果今天是王世坚当选 因为都是绿的嘛 过去何志伟他们家族所经营的组织盘 说不定就被连根抛击了 而且我这一次对于世坚大哥啊 因为我之前还蛮喜欢世坚大哥的 但是这次出来挑战 有一件事情其实我是一直耿耿于怀 就是他跟黄成果的关系 没错 就是他之前我记得他也有批评过 这个黑道的问题 但这一次他的这个参选 背后黄成果的这个影子是很浓厚的 大家都看得懂 我是蛮讶异的 我觉得一直觉得说 这男人应该是不会那么容易被黄成果收编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合作的关系 那未来世坚大哥可能还是要讲清楚 就是你对于黑道的立场 是不是还是坚持的 你跟黄成果的关系是怎么样 如果说他变成黄成果的引武者的话 我觉得蛮难过的啦 因为这应该不会是世坚大哥的风格 那这几天我也当然去问了很多商圈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选区最多商圈 士林也好大同也好 台北市的主要商圈大概都在这两个区 那我以前因为是在观传局工作 所以我跟这几个商圈的人都蛮熟的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一些都还有很好的互动 那他们对于说世坚大哥之前 对于商圈的关注 其实也是有一点疑虑的 所以未来如果国民党的党籍候选人 不管是不是我 我觉得商圈这一块也是可以去努力加强 以前国民党经营的最好的人 就是陈玉玉玉玑 对他在商圈这一块的扎根之深 靠着他女性的这种爽朗跟温柔的力量 我觉得我到现在这些商圈都还很 很想念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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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也有很多这个 Alan Shaw说 要拼才有机会 然后曲小新太不可取说 小新要打论文案 肯定会有影响 然后呢 这个还有 这个幸福来得太突然说 志强不反论邱季太 为什么不评论这个事 我们在这礼拜六的直播 晚上有讨论过这个事情 你可以回去看 然后呢 这个David Chan说呢 绿营意识形态加政治利益 比台湾人民健康生计还要重要 若不是BNT有货就在隔壁 蔡谈判高手无能 这个郭董甚至说过 就是说我们买的这个BNT 是去给人家抢过来的 某种程度是就给人家拦弧的 因为当时在这个 那个时间点在市场上面 这个任何疫苗都是炙手可热 那各个国家 他们都想办法动用各种 商业跟政治的关系 去抢更多的疫苗 去保护他们的国民 只有我们台湾政府无恙无净 我们台湾政府无恙无净